我們這邊先教各位 你怎麼樣會用Sketchark這樣的3D模型 那Sketchark其實是 號稱 最容易學習的3D軟體 它有點類似 以拉吹的那種像樣的概念 但是它主要目前 主要是用在哪裡 做室內設計 所以你去外面看很多會把它 就是用在這一塊 你不會這個軟體也沒有關係沒關係 可是呢 Adobe呢 Dimension 它有支援Sketchark這樣的3D模型 那麼 有個好處是 這個網 這個軟體 它本身有一個 全球的使用者的社群 叫做3D Warehouse 上面有非常多人提供了他的 自己的設計 所以你今天不會設計不要緊 我可以直接丟進來 好那我們可以找找看來往下走往下走 在這邊 有沒有 這個是 線上的棉被板 但是我們不是要用它 我們要往下走 就是這裡 有一個叫3D Warehouse 所以我把它打開 不過呢 以前是不用註冊的 現在是要求一定要註冊 所以呢 沒辦法 你就只好自己註冊一下 那麼 各位進來之後呢 其實這個網站是有中文的 但是你一開始被擋住了 在哪裡 下面是不是有條黑色的 有沒有 下面有條黑色的告訴你說 你要接受Cookie 請你把這個地方先關掉 叉叉 關掉之後 你跳到網頁的最下面 你可以按鍵盤上的哪一個 AND 它會跳到最下面 好這個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語系在這裡 有沒有繁體中文 這樣看到的 所以就是你把那個 Cookie的 那個插插一下 跳到網頁最下面 你的選單基本上就有中文了 但是模型本身的名稱 那個沒辦法 因為那是全球的嘛 所以不見得會有中文 好這是第一個 你待會進來之後 先把它調一下 第二個 你進來的呢 那它要註冊一個帳號 所以你在右上角這裡有一個登錄 好那你最單純的當然就是用 Google帳號直接登錄 這是最簡單的 好你用Apple的也可以 好我就先用 老師的 帳號先登錄一下 OK你看 在這裡 那你可以來這邊做搜尋 也可以在下面先找找看 有沒有你想要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像這個 木頭的 你就點它一下 你就可以來這裡把它做一個下載 這裡面呢 它有分很多版本 有2020 2019 2018 好那你用這些其實都可以 我不確定2020它行不行 所以如果你要 比較保守一點 你就可以用比較舊的版本 我就從這邊把它下載下來 好我現在換一個瀏覽器 這邊就OK 你看下載 有沒有 在這邊 好所以我找到的 我現在就可以把它匯到我們Demission裡面來囉 你看我從這邊 檔案裡面的 Import 匯入 你找到這個 檔案 的 Import 3D模型 按下去 找到你的 應該是在下載那裡 好就是它 SKP 因為它認得 我們看看能不能叫進來啦 所以不會做模型不可恥 好不好 但是至少 你可以找到很多 好 這個這麼小 下載這樣 好小一個 有沒有 這樣就進來啦 所以你可以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比較輕鬆的 幫你找到 你的東西 我看一下 放得好遠 往前一點 過來一點 好那你自己攝影機 我就可以再調一下 就可以再調一下 看看哪一個角度你覺得比較OK一點 滾輪 一樣可以放進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FORCELL3D還沒有辦法匯入這種模型 這是Demission才有的 這樣OK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 好不好 找到我們剛剛講的這個網站 叫做3D warehouse 我們 現在講的就是在 簡報的 那個教材裡面的第四個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篇文章 OK 給各位試看看吧 選擇了 是的 不過 我也要跟我們一下